英國媒體日前報導 美國白宮官員早前曾向川普總統建議 停止向中國公民提供學生簽證 雖然該提議被暫時擱置 但一些美國官員仍繼續力主 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英國《金融時報》10月2號引述多名知情人士報導 今年早些時候 在美國有關部門討論 如何應對中共間諜時 白宮助理斯蒂芬·米勒向川普和其他官員建議 應禁止中國公民赴美留學 引發美國高層激烈辯論 今年春季 在一次橢圓形辦公室會議上 米勒與持相反觀點的美國官員 包括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進行了辯論 布蘭斯塔德在會議前表示 米勒的計畫會對較小的高校造成較大衝擊 而不是資金充裕的長春藤聯盟名校 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們也強調經濟方面的考慮 儘管布蘭斯塔德最終說服了川普 決定先不採納米勒的建議 但報導稱 包括白宮貿易顧問 對華鷹派人士納瓦羅在內的一些官員 繼續立足 採取更強硬立場 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共間諜威脅的擔憂十分普遍 包括對美國大學裡的中國學生和科研人員 他們缺乏對美國政治的認同 導致他們要麼是受到中國利益的誘惑 他們回到中國甚至說在美國 就幫助中國的企業和國家竊取精力 要麼是他們自己實在是認同中國的一個體制 回去為中國效勞 今年6月 美國國務院宣布收緊 對部分中國留學生的簽證 以降低敏感學科情報被竊取的風險 而多名涉嫌轉移美國敏感技術的華人學者、工程師 近期陸續遭到美國逮捕、判刑或拒簽 有消息指 中共的千人計劃已被FBI緊盯 10月1號 中國籍女子陳思 因非法向中國出口敏感技術被判刑46個月 陳思2007年來美國讀會計專業研究生 例外的 第一類是說是在國外獲得難民 逃離中共的中國人 第二類和第三類就是說 要麼是已經獲得外國國籍 要麼是已經獲得外國原則居留權 像綠卡這樣的 我覺得加一個這樣的區分還是比較好的 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 現任理事陳闖創認為 中共利用留美學生來竊取機密 影響輿論 美國作為被動方 對中國留學生施加一定的簽證限制是合理的 但如何既能保證美國安全 又能給予一定例外 還是很關鍵的 例如有一些對中共持不同態度 受懲罰的中國學生 他們不應受到限制 美國華府人權律師葉寧表示 相關提議將來能否成為全面禁止令 取決於中美之間是否會發生全面的對抗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估計這個審查和監控 肯定會嚴格 但是全面禁止的可能性不大 今年2月 美國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表達了對中共學術間諜的擔憂 10月1號起 美國執行移民新規擴大遣返範圍 對於欺詐犯罪的外國人 他們的被遣返會導致失去美國合法身份 據報導 米勒德反對者們擔心 川普總統可能會重新考慮相關提議 特別是他對中共採取越來越強硬的立場